大家好,我是来自工业自动化应用创新中心的Steve 那么今天我们展示的一个demo是一个简易的工业自动化系统 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呢,我们包括了顶层的人机交互界面HMI 以及我们的一个罗子控制单元PLC 那么从PLC连接出来,我们往往通过工业现场总线 比如说Ethercat连接到我们的一个中间层 那么这个中间层我们所使用的就是Iolink的一个网关 从Iolink的这一个网关点对点的连接到我们末端的一些执行器 传感器和执行器上 那么像这个中间层Iolink的一个主站 以及末端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我们ST都有完整的软件和硬件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些解决方案 那么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振动传感器 像这个振动传感器可以和电机搭配使用 来检测电机的一个运行状态 来做到一个预测性维护的一个效果 那么像这一个TOF的一个距离传感器 可以用作来检测产线上的一个物体的一个实时位置 来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位 那么以及我们的一个FID读写器 以及我们的一个FID的一个标签 它可以被用作为一个产线上的一个产品溯源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给tag写入我们的一个操作员 或者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等等的一个数据 那么以及我们的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字量输入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像这样一个数字量输入 我们往往可以接到一些传统的金属传感器 或者这个距离传感器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开关量的一个传感器 又或者我们的一个机械开关 OK 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些输入端的一些传感器部分 那么进一步来看一下我们的输出部分 我们的执行器 我们的执行器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塔灯驱动器 塔灯驱动器可以指示我们产线上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工作状态 包括正常或者异常等等 那么又或者我们的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字量的一个输出模块 那么这样一个输出模块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终端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机械臂来给一个起始或者停止的一个控制信号 那么以及我们的一个32通道的一个气阀驱动器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产线上电磁阀驱动单元也是被大规模使用的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气阀驱动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ST的一个这个现有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我们来进一步的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操作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比如说我对这个面板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HMI上可以展示了一个比较突变的一个数据变化 那么又或者我们的一个TOF的一个距离传感器 比如说我先通过机械开关来让这个产线开始工作 那可以看到当随着我的这个手掌逐渐靠近的时候 在这个HMI上这个距离也会对应的逐渐的缩减 那么我进一步的给它再拉回来 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可以根据我的手掌的一个位置来做一个实施的变化 我们也在PLC里面做了一个逻辑编程 当我的手掌靠近的越来越近的时候 它的这个气阀驱动的一个通道也会逐渐增多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驱动了将近30个通道 也可以进一步的看到这个气阀驱动器 已经所有通道已经都给出发了 OK 那这是一个TOF的一个距离传感器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以及我们的一个FID的一个读写头 可以看到当我的一个标签靠近这个读写器的时候 在HMI上也可以展显示出来这个Tag里面所写入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往往就可以被用作为数源的一个功能 OK 那么这个多通道的一个数字量输入的模块 我们可以连接到机械开关 比如说现在这个整个产线是处于一个正常工作的情况 我可以通过比如说集停 来让它整个产线处于一个紧急集停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再把它恢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作的演示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客户有进一步的一个资料需求或者技术支持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是工业自动化应用创新中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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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